提本 就是说这个 我们这个题目档 题目部分 他会用纸本的方式给你 那你将来的话你就是 所以刚刚有问到 所以这个东西 我刚刚是用复制贴上 如果将来考试是没办法复制贴上 我也没几个字 你不要打错就好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目前大概 线上总共会有19位同学 再观看 OK 当然你们之所以匿名 是因为你没有登录 如果你有登录的话 这边会显示你的账号 然后这边旁边好像可以 如果你要跟我对话 好像可以直接点我 然后好像也可以传讯息问我 比如说你在线上 你可以传讯问我问题 说老师我有什么问题 你如果不方便 你拖得太远 你不好意思 你就直接在线上问我 可以 反正这很多方法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106 公里 英里 换算 实际上这一题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如果今天他有XYZ 三个数字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X指的是他几分钟 Y的话几秒钟 也就是他跑了10分又25秒 跑 你第三个是KM KM指的是他跑几公里 跑三公里 三公里 其实就跑3000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像以前当兵的时候 都有跑什么3000嘛 那如果你说你3000跑多少 我跑了10分25秒 我跑了10分25秒 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记得我那时候好像跑好多时候 有点忘记 大概跑12分吧 12分 已经算有 大概我们那一个 我大概跑第10个还是第几个忘记了 因为我比较特殊 我是读完博士才去当兵的 所以那时候我的年龄已经34岁了 已经是到顶了 等于是跟营长的年纪差不多了 真的营长都跟我同年纪 所以我常跑去跟他聊聊天嘛 OK 因为同年纪 那跟我一起当兵的大概就22岁左右 22岁 刚好差一轮 不过还好我那时候还算老当益壮 不能输 所以我都会把那个力气撑到最后 大概最后到200公尺我都冲刺 所以我最后还有非常多体力 最后200公尺突然超过了大概四五个人 他们都已经没有力气了 我还冲刺 冲到最前面 他们非常心有不甘 本来应该会赢我的 突然都输我了 我就很开心 你看你年纪 我这个那到底时数多少 比如说我跑了12分 好像12分14秒 好像记得 到底我时数是多少 怎么计算 其实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大概看 他不过跑10分25秒 跑3000 那他的时数要显示出来 不过时数他这边是显示的是英里 英里的话等于是说 1公里 1公里 1英里是1.6 1.6公里 其实标准好像是1.56 1.6 OK 1.6 那怎么换算 首先第一个 那我们程式该如何转移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一题我觉得大概几个地方 一样我们就是 这边就是 x等于输入一个值 x是输入10 10分钟到x 25 输入到y 然后3的话是3公里 输入到z 那我如果我要算他的时数的话 假设我多一个叫speed 好 OK 假设一个变数 speed 等于 那怎么算 应该是把他的时数 他的那个跑了多远 距离 距离 除以多少 10 时间的话 那但是时间必须要是 那个小时 所以变成你要先把什么 把x除以多少 因为他是 把它变成小时 除以多少 除以60嘛 对不对 那这个可能要先刮五强 这个 然后再加上秒 秒也要变成小时 对 y怎么样 除以 60 所以360也可以啦 6060也可以 有没有 先变成分 再变成10 对 除以60就是变分钟嘛 除以60变成 几个小时 好 那这样的话除完之后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 每一个小时 他的时数多少 时数哦 可是我今天要是 那个 英里的话 变成这边要再除以多少 再除以1.6 所以最后的结果 你可以在 在后面除以1.6 就是把它换算成什么 变成英里 不过我也许我们这先不要放 我们先这样把它print 比如说print好了 很简单就print print speed 那我们先不要格式 因为他好像取到小顺的第一位 我们待会这个再加 OK 把它输入一下 10 25 3公里 Enter 时数是17.28 但如果是要是英里的话 就是在除以多少 1.6 OK 那一样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跟题目要的 先求那个资料正确 再来做格式 Enter 10.8 没错 最后 可是最后他要的不是 只是单单这样 他要是speed等于3.8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 而且要取到小处点的第一位 虽然他已经是第一位 我看他题目 对 他如果有提到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如果没做就没有分数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在这边输出好了 就是我一个双引号 然后怎么样 刚就是speed等于 所以speed等于 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speed 空一格 等于 然后空一格 这个要自己打 OK 然后在什么 大瓜胡 冒号 点 第一位 1 f OK 就这样 然后就是在后面 电 format OK 应该有 那种同学越来越熟了 所以很多时候是让到时间 你慢慢 多做个几遍之后 你真的闭着眼睛也会 真的 OK 只是说你现在还不熟 你会觉得好像处处都是问题 其实你熟了之后 处处都不是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同学刚开始就问的问题 后来再也不会有同学问我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熟了 OK 所以这其实就是花一点时间就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Speed 等于这个 诶 程式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 诶 几行 五行而已 很难吗 看起来好像没有 你看这三行 这个根本就送分嘛 主要是这个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吧 这也没什么吧 这个应该算是小学的题目 对不对 小学的那个数学题吧 OK 所以以后会不会小学生直接干脆学Python就好了 上数学课就直接给他写程式 我觉得也没有不可以啊 对不对 如果从小学就开始培养他 撰写这种程式的能力的话 哇 每个台湾不得了 以后小学生 每个人毕业之后啊 写程式算是最基本功利了 也就是可以跟电脑 没有障碍的沟通 以后要写什么 叫电脑做什么 叫电脑做什么 马上全部电脑都听的话 这感觉其实还蛮棒的 那以后台湾虽然很小小地方 但是其实可能影响力会非常大 其实台湾在那个硬体产业的影响力已经很大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不OK 资金 然后RUN一下 OK ENTER 10分25秒 输入进去 然后3公里 ENTER 是不是speed等于10.8 对了 那这样你就得分了 10分就拿到了 OK 我想应该不困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第106题